在2018年2月 就在美军一架B-2轰炸机在太平洋关岛进行日常训练时 意外发生了 B-2刚起飞不到20秒 其操作台就突然失灵 导致战机突然坠毁在跑道上 这次事故呢 直接让美国损失高达24亿美元 而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 却仅仅是因为机头的那根小管子 空速管 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详细讲解一下这个装置 看看它对于战机到底有多重要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空速管也叫皮脱管 总压管 总净压管 该设备呢 是感受气流的总压和净压 并将测得的压力数据 传送给大气数据计算机 飞行仪表的装置 主要是用来测量飞机飞行的速度 同时还兼具其他多种功能 一般呢安装在机头正前方 垂尾或翼尖前方 整个装置是由两个同心圆管组成 内圆管为总压管 外套管为净压管 至于空速管测量飞机速度的原理 当飞机向前飞行时 气流会冲进空速管 管子末端的感应器 会感受到气流的冲击力量 即动压 飞机速度越快 动压越大 如果将空气静止时的压力 即净压和动压相比 就能知道冲进来的空气有多快 也就得知了飞机速度有多快 而内部比较两种压力的工具 是用一个上下两片很薄的金属片 制成的表面带波纹的空心圆形盒子 称为磨盒 整个盒子是密封的 但有一根管子与空速管相连 如果飞机速度加快 动压便会增大 磨盒内压力增加 磨盒就会鼓起来 用一个有小杠杆和齿轮等组成的装置 能够将磨合的变形测量出来 并且用指针显示 这就是最简单的飞机空速表 与此同时 为了更加精确 单架飞机大多会安装两套以上的空速管 有的飞机在机身两侧有两根小的空速管 例如美国F117夜鹰 就在机头最前方安装了四根全向大气数据探管 因此F117不仅能测量大气动压静压 还能测量飞机的侧滑角和影角 此外有些飞机的空速管外侧还装有几个小叶片 能够起到类似的作用 垂直安装的用来测量飞机的侧滑角 水平安装的可以测量飞机影角 为了防止空速管结冰 还会对探头进行加温防冰 能防止结冰堵塞测量孔 影响探测精度 而为了防止动静压系统聚集水分 空速管还配置有排水孔和动静压系统管路排水接头 大兵开头所提到的B2轰炸机坠毁事件 原因就是雨水堵住了空速管的传感器 造成了系统数据计算错误 误以为飞机的飞行速度过快 自动减速了 最终却因为动力不足而坠毁了 此外空速管测量出来的速度 其实并不是飞机真正相对于地面的速度 而只是相对于大气的速度 所以称为空速 如果有风 飞机相对地面的速度称地速 还应加上风速或者减去风速 另外呢 空速管测速原理利用到动压 而动压和大气密度有关 相对气流速度一样的情况下 大气密度越低 动压越小 空速表中的磨合变形就越小 所以相同的空速在高空只是直 比在低空小 这种空速一般被称为表速 而现代空速表上都有两根指针 一根比较细 一根比较宽 宽的指针只是表速 细的一根指示是经过各种修正 相当于地面大气压力时的空速 称为时速 当然了 空速管的作用还不止这些 它测量出来的静压 还能用来作为高度表的计算参数 如果磨合完全密封 里面的压力始终保持相当于地面空气的压力 这样当飞机飞到空中时 随着高度增加 空速管得到的静压下降 磨合便会鼓起来 测量磨合的变形 即可以测得飞机高度 这种高度表称为气压式高度表 而且利用测得的静压还能制成升降速度表 也就是测量飞机的爬升率 该设备内部也有一个磨合 不过磨合内的压力 不是根据空速管测得的动压 而是通过专门一根在出口处 开有一小孔的管子测得的 这根管子上的小孔大小是特别设计的 用来限制磨合内气压变化的快慢 如果飞机上升很快 磨合内的气压受小孔的制约 不能很快下降 而磨合外的气压 由于有直通空速管上的静压孔 很快能达到相当于外面大气的压力 使磨合鼓起来 测量磨合的变形大小 就能算出飞机上升的快慢 飞机下降时情况相反 磨合外压力急速增加 而磨合内的气压只能缓慢升高 于是磨合下限 带动指针 显示复爬升率 即下降速率 飞机平飞后 磨合内外气压逐渐相等 磨合恢复正常形状 升降速度表指示为零 总之空速管作为飞机上 极为重要的测量工具 必须认真做好维护 这样才能确保动静压的探测精度 使飞机的寿命长久一些 一旦在测量过程中 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就会造成所测试的速度有误 从而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 比如空速管管口堵塞 如果飞机长时间没有使用的话 一些沙尘蚊虫之类的钻进管内 造成了全压管堵塞 这时一旦没注意直接起飞 空速表的速度指示就会不断增大 进而发出误导性的超速警告 那么既然空速管那么麻烦 能否将其取消呢 空速管虽然在结果上比较简单轻便 制造成本也低 但随着现代战机的不断发展 空速管也开始暴露出许多问题 首先它的存在会影响飞机的雷达装置 由于空速管是全金属材质打造 再加上它和雷达装置安装的位置 都位于机头雷达罩中 两者之间距离太近了 因此空速管金属发射的雷达波 就会对飞机雷达产生干扰 而取消机头空速管最直接体现的好处呢 就是大幅降低了雷达罩的结构设计难度 飞机飞行时 空速管受到压力和弯距影响 刚性管体的硬力会传到复合材料的天线罩上 会影响作为机座的雷达罩位置 精度和受力 特别是在战机高速机动时 影响更为明显 结构上的弹性变形 会影响到空速管的测量效果 所以机头空速管对雷达罩尖端 连接位置的材料强度要求和结构重量都很高 不利于根据雷达技术 合理化设计雷达罩的结构 而机头空速管的取消呢 使得机载雷达罩的结构设计 摆脱了空速管的置顾 结构设计加工工艺上将更加自由 能够完全按照雷达信号的有力特点 来确定雷达罩的层数 铺叠方式 罩体厚度和纤维方向 来获得结构强度与重量 以及雷达波透射性能兼平衡的有力结构 再者来说 从飞机气动上来看呢 战机机头顶着一个大长杆 在与周围大气相互作用形成的激波干扰 会进一步影响飞行器的气动性能 特别是在大影角飞行状态时 可以说是引起头部涡流 及侧向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导致操控品质的下降 还有就是 作为突出于飞行器正向表面的部件 也影响了飞行器的隐身性能 因此各国从70年代开始呢 战机都转而采用机身空速管设计 虽然在数据采集的精度上呢 机身空速管是要稍逊于机头空速管的 但是通过对称设计多个L型空速管 利用大气数据计算机更强的数据处理 和修正程序的误差补偿 也能确保测量的精度 另外机身空速管也更为轻便 安装位置更为灵活 但前提呢是通过风动测试和试飞 所取得的大量气动数据 测量出数据误差与速度 攻角侧滑角的关系曲线 才能通过大气数据计算机的修正程序 对空速管测量的静压数据进行补偿和修正 这也是各国诸多战机在原型机试飞 气动数据积累的阶段 还是要在机头安装空速管的 这是为了在大量的试飞测试中 获得充足准确的气动数据和可靠的修正系数 在修正程序能够支撑起数据的修正补偿后 机头空速管就会在量产型中取消 转而使用机头侧面小巧的机身空速管 或者像F35一样应用嵌入式大气数据传感技术 那么这个嵌入式大气数据传感技术又是什么呢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国家航天局 为了满足航天飞机进入大气层时的大气数据测量需求 提出了融于飞行器表面流线的大气数据传感器技术 这种技术依靠嵌入在飞行器前端 或者机翼的压力传感器阵列 来测量飞行器表面的压力分布 并且由压力分布间接获得飞行参数的数据传感系统 这便是嵌入式大气数据传感系统的含义 到了上世纪90年代 美国开始将其应用到超声速战斗机的实验研究上 当时主要的目的是解决战机 大空角机动时的大气数据测量问题 90年代中期 该系统应用在了X33上 整个系统算法的稳定性基本得到解决 此后又集中在该系统算法执行性 故障检测与排除 误差分析与校准等问题上 直到该系统日趋成熟 并应用在F35上 而该系统在追求高机动性 超音速巡航能力的隐身战机中的应用 也侧面表明了 其将成为未来大气数据传感技术的发展方向 战机飞行期间 该系统能够测量包括动压 静压 迎角 侧滑角等飞行参数 由于嵌入式大气数据传感系统 无需传统的机械装置 只需要将压力转化为电信号 系统更易于小型化 集成化 压力感受装置 内嵌在飞行器内与飞行器表面平齐 并不会影响战机的气动外形 适合于大马赫数 大影角飞行状态下 大气数据的精确测量 也便于气动外形上的隐身 与此同时呢 该系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冗余容错能力 使其在稳定性可靠性精度和适应范围上都极具优势 另外 由于该系统的压力传感器至于机体内部 这使其更能适应未来 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恶劣飞行环境 技术上 嵌入式大气数据传感系统 主要是由压力点 引气管路 压力传感器 总温传感器组件 数据预处理单元 软件算法 以及相关连接器和数据电缆等部分组成 工作时呢 绕特定气动外形 流动的气流 被嵌入安装的微小取气装置探测到 并通过引气管路将各路压力信号传给高精度压力传感器 由各传感器实现不同位置压力测量 最后呢 通过特定的算法解算出大气参数 期间 系统能设计总温传感器 辅助修正单元等 用于测量大气总温 动态角度 从而进行非标准大气模型下 高层修正 角度修正补偿等 理论上呢 压力点至少要分布四个以上 才能测量出飞行器的弓角 侧滑角 动压 静压 这四个基本大气参数 多个测量点的冗余 又能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度和可靠性 但压力点的增多呢 也在增加系统的复杂程度 对整个系统的动态特性和稳定呢 又是不利的 总结来说 尽管空速管技术是目前最成熟 应用最广泛的大气数据测量技术 但直到现今 仍然是飞析空速测量的重要手段 可是长远来看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 新技术的出现和新飞行器 特殊的飞行要求等因素 传统的空速管的问题 和无法满足需要就开始凸显 特别是在当下各国争相发展的 高超音速飞行器领域 空速管的上述问题更为突出 因此嵌入式大气数据传感系统 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出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之后大兵会为大家带来更多 更精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